东方海外或者是中远海洪都是升的 那你又怎样看这个板块呢? 你觉得是一个季节性因素 令到它近日有一个比较大的回调 还是说这个航运股又真正正已经转了一世呢? 其实现在有很多讨论 我看到好像没有共识似的 那我想是因为市场上消息方面 谈论是负面多一点的 譬如英国那边一些运货的工人 似乎仍然是一个短缺的状况 倾向上有些访问 就问到一些司机的时候 年轻的就不入行 年纪大 即是持有了一段时间的时候 其实他都会想 现在这些时间不如回乡一下过节 比现在好去运 反正都塞车塞到你了 再加上美国那边的港口 又是一个擠塞的状况 所以其实第四季一般环球 都是一些货物、礼品、传统的旺季 但是你现在这样塞一塞的时候 你变成对于一些航运股来说 业务的前景就不太看好 因为一个充斥的时间相对上来说 它的收入以至到业务的状况 有一个宅内在的时候 就会构成了一个沽压 但是可以看回太平洋航运 这一两个星期已经开始是一个横行的格局 我觉得可以看回3.4这个位置 如果连续两天收低过3.4才有机会再继续跌下去 要考虑就止蚀 如果守得住3.4的时候 暂时去看应该倾向在3.4到3.8之间 就会有一个整固 看看有没有机会 就达到3.8附近的时候才能考虑送博 好,可以留意一下Thomas说的 Thomas也会觉得 不是太看好这个行业前景 我感觉上你刚才的说法就是 短期格局就改不了 这个就是这样 当然你说突然间有一些消息面上 有一个很大的转机的时候 当然对他们的股价有一个提正的作用 但是基于一个现阶段的消息面来看的时候 我相信就是沽货的人 应该是倾向给买货的人更多 是的,可能Thomas觉得 如果是买货的话 可能有其他选择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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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